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上我的水彩線上課程 那我們這一堂課 先来画一张直视构图的风景 那我挑的是 我大约四年前去瑞士 往这个少女风的火车的路上 然后拍的一张风景的湖岸 那我们原则上呢 每一堂课都会先去做一个草图的练习 那黑白的或是单色的 或者是少许颜色的草图的一个配置 我们先做出来 那我就先用铅笔打稿 那原则上小图的话就不用太大 这个尺寸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用直线 都用直线去 把他的内容结构给配置出来 房子 那我们不要注意细节 细节先不要画 但是比较重要的一些房子的物体 然后几棵树 比如中间这个地方 以画面的这个大中小的结构去做 前面的房子偏大一点 那透视什么线不太重要 因为他没有什么透视线 这是俯瞰的视角 好 那我们就用黑白来做 就调这个黑色系 黑色的颜料 试试看 但是看啊会觉得有一点深 那其实涂完就不太会了 我们在湖的地方留一些亮 房子也留一些亮 因为是阴天 所以屋顶不是说都是特别亮的 那所以就把它先刷暗没关系 好 删的话 用灰色来处理 刚刚下的灰是偏亮的灰 它等一下还会退 然后呢 3的灰我们就要再升一阶 那我们先不管里面的一些内容 我们先把它上一个平整的面 好 然后里面有一些 白色的房子 它不是特别亮 所以我们前面塞了一层灰色 就是有这个用意 它会变的是灰亮的颜色 但不是全白 全白我放在 放在这个湖水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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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我們看的是裡面的一些東西 它的大中小的節奏關係 然後裡面防著隱隱約約隱晦的方式 表達出來就好 因為我們先看整體的關係 抽象的關係 可以拿刮刀把它刮亮 所以我們不要一開始就留很多的小碎量 因為 一方面花時間一方面 會缺少 剛開始的觀察 大的整體的觀察 小的應該是這些小的是後面再加了 不要剛開始就把它留下來因為 它會變得很複雜 很瑣碎 水彩都是 改得了的 所以 不要剛開始就看到這麼多東西 沒畫到沒做得到的 沒做到東西沒關係 我們最後再把它補出來就好 上面有一些鳥啊 可以再把 這些 小點點上去 先這樣 黑白的草圖 先完成 一張圖不要花太多時間 大概 不超過10分鐘吧 好 我們 草圖 完成一張了 小的 那我們開始放大 放大成 8開的尺寸 那我們 先從打稿開始做起 那一樣喔 跟草圖一樣 不管是大張小張 我們都是先從 大面積以及 直線的方式 我用直線的方式去 概念先去呈現 因為我們要先抓的是 比例的問題 大概天空是這個位置 然後中間的山 抓這個位置 先把這個比例給做出來 然後前方島嶼 我已抓他的這個外型 先去做 先不要往裡面先去做 這一塊他都是統一 整體的一個米暗的一個概念 他跟後面是分開來的 所以要先把他 以 用米暗的角度呢 去把他先區分開來 包括說裡面的導引 跟裡面的東西 先把他簡化成一條 直線 然後用很多的直線組合成 起來他的 大概的形狀 他的角度也好 這樣子抓完之後呢 我們再去往裡面去塞一些小東西吧 那一般來說先從 主體開始 開始架 這個房子 然後 這邊一些樹 後面的東西 小一點 樹 樹的話 明暗先不用管 先把他揉合成一個塊狀就好 然後防止用方體 用長方體 來呈現 讓他有一點不一樣的差別 打稿的話就是輕鬆一點 不一定要把他打得這麼的 準確或是這麼的僵硬 有些人會為了打得很準確呢 就是會 畫得比較 降硬一點 因為他為了個體要像 但是忽略到整體的一種節奏跟 這種 搭配感 但是這個 該有的這個透視呢 他的 他的方體的這個關係 這個屋簷的這個角度啊 還是要抓好 好 房子的大中小啦 這個 分部啊 間距啊 去 設計一下 設計一下 房子的大中小啦 當然說這張圖啊 他沒有太多的問題啦 所以我們就是 照著他的這個結構的方式 去做 打稿方線去做 不用調整太多 算是給初學者 一個不會太難度太高的一個 一個 房子的東西 的建築 如果是 有一些畫亞洲 或是畫台灣的一些風景 可能他們的 房子的造型就不會這麼的有趣 那就會需要用比較多的 方法 編排的方法去改一下構圖 船坐下 船的間距 後面也可以加一些小船 跟他隨便打一下 好 原則上呢 應該差不多了 裡面的東西先就不要做 做得非常的 多了 因為 畫水產嘛 畫 畫的特別仔細呀 到時候還是 就是 不一定畫的跟他一樣 會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我們只要把大型的結構 給他做的 八九布里斯就好了 裡面的東西呀 如果是邊緣比較硬的地方 我們也先不留 因為我們到時候 畫到乾的部分 就可以把他們 清楚的地方給畫出來 所以不要怕說 水份啊 把它上了 整張 我會說什麼 修不完的問題呀 之類的 太吻合了 加一點 咖啡色 它的基底色色調 先把它 打個底出來 就是 先讓整體有個 底色有個色調 這樣 好 那我們可以加一點的粉藍進去 跟咖啡色混 它就會 變得是這種 灰色 灰色的感覺 那我一樣先處理 把底 做得 厚實一點 我先沒有畫 物體 先沒有把 每個個體的東西 畫出來 我只是想先讓底色 看起來 調子 層次 豐富 因為它其實 資料啊 資料的東西 它裡面的這些量 的部分啊 其實都還蠻有 厚度跟層次的 造型讓它 盡量是 豐富自然的 我會給它一點 力量 好 它顏色 調一些灰色 要什麼灰都可以 因為我想要先把 房子的 灰色的部分 先把它 加一個 再加一個顏色 因為前面說了嘛 雖然房子看起來是亮了 但是它還是會有一個 底色 當然不是每一棟房子都一樣亮齁 所以還是要給它一些明暗的不同 因為房子它這個蠻多是灰紫色的屋簷嘛 我看起來是灰紫色的 所以用 偏灰紫色的方式去 將屋簷帶出來 紫色跟咖啡色 再加點藍色 的顏色 是 蠻接近的 把比較明顯的房子的顏色給 詮釋出來 好 我不用 特別追求造型一定要跟它 接近 已經直線就要直線 弧線就要弧線 不一定 直接照著 畫面的 安排 跟效果 去做 前面有個底色 因為我們前面有上次就是底色 所以它 每一塊它的 穿插出來的這個跟底色的效果 就會不太一樣 像這邊底色比較亮 房子就會比較明顯 它這邊底色稍微有點灰灰蒙蒙的 它就會比較 微弱 好 所以 每一個色塊畫在不同的 明暗的底色上面 它 它看 看出來的這個 戰力效果都會不太一樣 因為是畫房子 原則上 蠻幾何的 蠻 蠻快 蠻快撞的 所以我都是 自己 傾向用這個 大的扁筆 小的扁筆 平筆的 的這個筆去做 會比較快 因為 圓筆的話 筆尖你要去修那個邊 太麻煩了 所以 老實習慣我去 老實習慣是用這個平筆去畫 這個筆封 用這個筆去畫面 是 這個筆封 的 筆封 不是 蠻有 瘋 好 樹的話就跟前面 打稿或是畫小圖的時候一樣 就是把他的 外輪廓做出來 先這樣就好了 當然每一顆的顏色底色 都 可能會微微的不同這樣很好 先上個底色 讓他用快面的方式來呈現 不要用 不要去看到什麼葉子啊 或是一些 小東西 有些地方沒有樹也不一定要 畫的跟他一樣嘛 覺得有些地方有樹比較好 可以 照著自己的畫面需求去安排 再換一點不同顏色的綠 再換一點不同顏色的綠 我要做後面這個地方 所以 比就拿小一點 好 開始 有些暗一點的地方 可能偏深一點的 有必要把他 這個時候做出來 所以 樹還是有明暗的 只是它是跟其他樹的差別 所呈現出來的這個明暗 而不是他個體上的明暗 所以 一邊畫樹的過程呢 因為發現其實房子一方面也被帶起來了 所以就是他的關係都是一體的 好 這個地方 前面做的這個前景啊 他已經是 半乾半濕的狀態了 所以這個情況我們可以拿這個刮刀 去把 量給刮出來 他會變得再 精細一些 然後把需要的一些 細節內容 我用刮的方式把它做出來 他會 是自然的 所以後面的房子 基本上我都沒有流量嘛 因為我知道說 我可以用刮的方式去 稍微 所以 最後再把它 加出來就好了 就不一定 不一定前面要 花特別多的 心思 留這些小東西 這樣畫起來會 更舒服一點 有時候就看 憑感覺刮啦 也不是跟上面的東西 接近的 我就是 覺得哪邊 想好玩一點 想有一些東西一點 就把它 刮起來 長短啊 出戲啊 都稍微 注意一下 當然用點線面就可以做到這種效果了 所以裡面的 那 漸層啊 一些明暗啊 其實 可以 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做 就是 像老師這樣 去把他的 找出他的深色的空間 然後用平面的方式 就把他 呈現出來 就可以了 現在這個 畫就是讓明暗跟細節變多 他的 這張作品 他的形象 就越來越豐富 所以 做這個階段要跳鑰匙的 要 從這邊做一下 再做另外一邊 再到其他地方 不要一個地方 把一個房子 刻得很完整很完整 結果 發現 其他地方都沒有跟上 導致於說 你的畫面不平衡 其實追求的話 就是 追求的是 要讓畫面 平衡 這個是最重要的 從 一剛開始的上色 到 現在的細節 其實都是在讓畫面 要做一個 平衡的一個動作 不是說 把一個東西畫得 清清楚楚 就是 就是 好像是 特別有細節 特別有內容 其實不是這樣 好 再把海 這個 湖水的這個 紋路 的一些水波 稍微 有一點就好 我現在是加一點不透明的灰色 這個不透明的灰色 把 最後覺得需要加強的量 然後 還可以把它補救過來 好 這樣加量 量的出來就輕鬆多了 用不透明的蓋 好 是相對 滿輕鬆好用 但是 在後面用的時候 會比較好 不要前面 就去用 就是點亮的方式 盡量是後面 讓它 有 亮色有很多豐富的時候 再去點 點完這個 加的這些白 也是 會跟其他地方 是很有層次的搭配 好 先做到這樣子 大概 完成度 是差不多了 東西是平衡的 然後 前面的這個 前景的 需求啊 就是 它的造型 跟 葬莉 明暗 對比等 都是前面做的 比較清楚 啊 由大的房子 到後面比較中 再到小的房子 的這種 色塊的 漸進感 要把它 做出來 好 我就獅子交代 獅子交代 好 那就來看一下完整圖 我們技術總結一下 就是 前面的一張草圖啊 把這個天空 山 還有湖面 跟前面這個島嶼 做一個區分 然後把房子的這些 色塊簡單化 把它 做一個 抽象的一個 明暗的這個 張力的表現 在這個小圖上面 然後在 到大張的時候呢 就是 在技法上我們就是 先上一層水 讓整張圖很濕潤 所以看得到說 它很多地方是 柔和的 從山到 這個前面的樹 跟房子 一些邊緣 它是可以保留到 一些柔和的地方 那 它就會讓這個邊緣 是非常豐富的一個狀態 對 然後 它當然是很慢乾啦 那 慢乾的這個過程 就會從 濕 慢慢到乾 那 到快乾的地方 它的邊緣 就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那主要就是 焦點的部分 它會做的比較多 因為 它需要比較 清楚的一個 邊緣線 對 所以它需要 最後的時候 一些小東西 再把它加上去 對 那 房子上基本上 重要的就是 前面的 房子要 大 然後不要 也不是說 要處理太多的細節 但是該有的一些結構感 還有窗戶的地方 該帶要帶 但是前面 因為我不是放 最焦點的地方 雖然說 以資料來說 前面應該非常豐富 那看是你要把重點放在哪裡 那我是把重點偏向是主要擺在這邊 那所以它這邊會做的比較豐富 比較密集 一點 那下面地方就會做的比較 雖然是面積大 但是它會做的比較疏鬆 所以它的 漸進感是這樣 好 那 今天畫的差不多就是 完成度就是這樣 好 那再次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今天就是畫到這樣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看看我這一次畫這一張 瑞士風景的水彩畫 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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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